大家好,俄罗斯与乌克兰顿巴斯之战已经打响 现在我刚刚获得的消息 俄罗斯以及乌兰方面已经证实 俄军在顿巴斯基础线全面向乌军阵地进攻 最激烈的地点在波帕斯纳亚村附近 俄罗斯国防部最新的简报 俄罗斯空天军对利沃夫、乌克兰后勤司令部 第124连保障中心发动了高精度打击 大家知道过去6天美国向乌克兰运送的主要外国武器 都集中在转运中心 可以说这次打击摧毁了过去6天 美国以及欧洲向乌克兰援助的所有武器 一并被摧毁了 俄罗斯空天军使用高精度导弹 还摧毁了乌克兰16个军事设施 两个指挥所、两个乌军据点 另外还有多个乌军的军事装备的集中地 俄罗斯空天部队使用战术航空兵 对乌克兰的84处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 全部摧毁 在蒂尼波方向 俄军也摧毁了乌军的远点优弹头的生产工厂 在顿巴斯地区摧毁了该地区的一个防御营的指挥所 在切尔沃纳、玻利亚纳定居点附近 有两个弹药库、一个燃料储存的中心被摧毁 在顿巴斯前线有47个军事装备集中区 22个乌克兰军队火炮阵地被俄军摧毁 俄军的火箭部队以及火炮部队摧毁了第331军事设施 另外还摧毁了9个乌军的指挥所 一个火箭和火炮武器仓库 在哈尔科夫南部地区伊九姆 俄军也全面进攻在这个地区的顿巴斯集团军群 主要是在波帕斯那亚以及新马约尔斯科业这两个据点 现在战斗非常激烈 我后面会把现场战斗的视频 以及俄军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种视频给大家播放一下 都是重型武器 而且俄军还出动了武装直升机 对乌军的阵地进行定点清除 俄军的火炮覆盖结束以后 后续俄军的重装部队要登场了 所以这应该是二战以后 人类历史上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坦克大战 很快就开始了 火炮先对敌军的主要阵地进行覆盖 然后步兵坦克部队马上要登场了 最新的战况我介绍一下现在我获得的情况 在波帕斯南亚以及新马约尔斯科业 稠密地区有315个敌人的基地 那现在战斗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我获得最新消息 在波帕斯南亚和新马约尔斯科业 俄军经过一夜的战斗摧毁了315个 乌军的主要的兵力集中区 315个 当地顿尼斯科与卢干斯科当地的居民反应 这是14年顿巴斯战争开战以后最大规模的 当地居民反应是最大规模的战斗 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战斗 现在顿尼斯科方向也确认 最新的在新托卡斯科夫附近的战斗已经结束 乌军的120人被击毙 9件重型装备被摧毁 这是已经证实了最新的消息 顿尼斯科方面 俄罗斯国防部科纳申科夫 他也公布了自特别行动以来 俄军共摧毁乌克兰战斗机139架 无人机483架 250套防空导弹系统 2337辆坦克以及其他装甲车辆 254辆多款火箭炮 1009门野战炮迫击炮 均用特种车辆2196辆 除了顿巴斯以外 乌军也证实在尼古拉耶夫方向 也就是奥德萨方向的俄军也开始进攻 而且使用了重型武器 哈尔库方向 俄军使用了多款火箭炮 对哈尔科夫前沿阵地进行轰炸 那么现在呢在伊九姆啊 主要是叫波罗瓦亚村附近 伊九姆的波罗瓦亚村附近 伊九姆西北部地区 俄军呢展开了大规模行动啊 俄军呢在伊九姆的波罗瓦亚村附近呢 击败了乌军精锐的第79旅的部队 这条防线769旅防线也被突破了 我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乌克兰的这个陆军第79空降旅啊 这个79空降旅呢 是陆军直属部队啊 实际他与呢第1004 陆军司令部的警卫勤务联 第三独立特别行动团 第八独立特别行动团 第19火箭旅 第169训练中心的部队呢 实际上统一由 乌军的陆军总参部直接管辖 所以呢这一支是机动部队 这个79旅呢 他之前呢不在顿巴斯地区作战啊 他在尼古拉耶夫方向 在黑海的北岸奥德萨那个方向 他是空降突击旅啊 所以呢他是一种机动部队 他的驻地呢在尼古拉耶夫 他是2022年呢 刚刚调往顿巴斯执行作战人物的 他现任指挥官呢叫尚德尔啊 他配备有呢米8以及米24啊 武装直升机 这个部队呢曾经参与过南斯拉夫 伊拉克 克索沃啊塞拉利昂的维和任务啊 该部队呢参与了第二次顿捷斯克机场战役 那么乌军呢当时拍的这个电影呢 叫机器人 乌军拍了一部电影啊叫机器人 实际上呢里边也出现了第79旅的这个士兵的形象 这个机器人呢实际上现在在国内也能看到啊 你自己可以搜一搜机器人啊 乌军这部电影就顿捷斯克机场第二次战役 这支部队呢也是乌军的精锐部队 那现在他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啊 目前呢他呢有第一营啊第二营啊第一空军啊空中突击 突击营第二空中突击营第三空中突击营啊 他还有配备有旅集的炮啊炮兵群 四行火炮营啊榴弹炮兵营火箭炮营啊 防空导弹步兵营坦克营啊另外呢还有侦察链 工程护流信号医疗啊还有个举机牌这是他基本的配备 呃他的5G装备呢自行火炮呢是2S-1啊 另外呢榴弹炮是2A18D-30火箭炮是BM-21 呃这实际上都是前苏联的装备啊 他这个营的5G装备呢还是主要以苏制装备为主啊 现在呢美军给这个营呢也提供了一些先进的装备啊 但是不多现在乌克兰并没有获得太多美式装备啊 以及西方的装备现在数量还是有限 所以现在来看呢这个营的战斗力啊 现在和俄军相比较呢是有限的啊 所以他的阵地呢也是第一个被图 那即将到了这个顿巴斯的决战呢 我简单说一下现在大致的战场态势啊 那么大家知道俄军呢从基辅撤离以后呢 现在在乌兰边境啊边境附近 以及在哈尔科夫伊金姆附近呢 俄军总共有76个战术打击群啊 就是战术打击营76个啊 实际上比上周呢增加了11个啊 这一周的时间向这个地区集结了11个战术打击群啊 那俄罗斯国防部呢还在不断的向乌克兰的 这个东南部地区啊增派更多的战术打击营啊 主要呢是从基辅方向撤出来这些基辅方向北部地区的啊 围困基辅的这些打击群都集中在哈尔科夫伊金姆这个方向 大家知道这个顿巴斯地区呢 他的地势平坦啊 所以呢更适合于大规模的坦克集群作战 他不像基辅啊丛林密布 他这个地区呢是非常平坦的 而且呢在野外开阔地带 俄罗斯的火力优势就发挥出来了 大家知道在马里比尔方向呢 俄军的攻势呢基本已经停止啊 俄军呢已经基本控制马里比尔 所以呢俄军大量的在马里比尔方向的一些主力部队呢 开始向顿巴斯北部啊 伊金姆哈尔科夫方向移动 向这个地区集结 呃现在我了解呢 俄军啊从马里比尔呢 可以腾出12个战术打击营 也就是12个打击群啊 将向顿巴斯地区集结 除此以外呢 俄罗斯呢在其境内啊 还有22个战术营 也就是战术打击群啊 作为战略支援部队 在后方22个啊 还有22个营 那这是现在整个一个态势啊 实际上我之前的节目曾经说过啊 马里比尔战事结束以后呢 俄军呢就会进攻啊顿巴斯地区啊 进攻哈尔科夫 以及奥德萨 那么现在来看呢 在尼古拉耶夫方向 奥德萨这个方向 俄军也开始进攻了 在哈尔科夫啊 在顿巴斯地区 俄军也开始大规模进攻 甚至呢也开始轰炸基辅 轰炸基辅呢 并不是为了进攻基辅啊 现在主要是牵制基辅的 他的部队向顿巴斯地区增援 向哈尔科夫地区增援 所以要牵制基辅 大家可以看这三个地点啊 一个是乌克兰的北部基辅方向 牵制他 那么顿巴斯地区呢 吃掉他啊 不能吃掉他 将他呢 将乌军顿巴斯集团军群呢 向蒂尼泊方向赶 赶到蒂尼泊河 以西的这个位置 蒂尼泊河方向 下一步呢 可能要占领蒂尼泊河 那在尼古拉耶夫方向 在奥德萨方向呢 俄军也发动了进攻 那下一步呢 就是要拿下尼古拉耶夫 那你可以看啊 和我之前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 就是在整个黑海北岸地区 顿巴斯 那以及基辅 形成三个点 而乌军的主力在哪呢 现在乌军的主力在顿巴斯 从基辅方向撤下来的 防守基辅这些主力 集中在哪呢 那现在蒂尼泊就非常关键啊 大家有地图可以看一下 这个蒂尼泊呢 他这个位置靠近斯拉伯扬斯克 靠近195哈尔科夫方向 那么现在呢 在基辅方向啊 上个月呢 守卫基辅这些部队呢 已经完全到达地涅伯 在地涅伯以东地区驻防 这个地区的部队呢 没有贸然的进入斯拉伯扬斯克 贸然的进入顿巴斯地区 因为乌军也知道 进入顿巴斯地区很可能被全歼 所以他在蒂尼泊驻防 这样的话可以和顿巴斯地区的乌军 形成一个呼应 就是俄军如果包围这个顿巴斯地区 他可以提供支援 如果俄军摧毁了顿巴斯地区这个乌军 那么乌军大量的人员后撤到蒂尼泊方向 那么双方可以在蒂尼泊驻防 如果能守住蒂尼泊 那么北部的基辅也就安全了 这是乌军现在的一个战略意图 那现在看呢 俄军他的作战意图呢 是消灭乌克兰的有生力量 也就是在顿巴斯 全歼顿巴斯集团军群 所以现在呢 实际上形成一个大型的包围网 整个的一个围歼战开始了 会非常惨烈 在这个地区 我觉得二战以后最大规模的坦克大战 很快会开始 那么有最新的消息呢 我也会及时给大家公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